不知道里边有没有混的真人 没人进来吧 今天我来到这个密室桌游轰扒馆来挑战鬼屋 你们看我现在已经在门口了 这是他们的门口 当然在来之前呢 我已经跟老板共和好了 可以给我开一个专场 可以让我录视频 所以呢 这次我还请了我几个小伙伴一起来玩 这次呢 我主要是想录一个第一人称视角的鬼屋体验 让在观看这个视频的你们也来感受一下这个刺激的视觉体验 哇 这里的回声好大呀 进门之后这里是一个过道 可以看到墙上的牌子 有很多娱乐休息区 再往前走 右边的屋子是一个主吧台 这里的空间真的还挺大的 没想到这里面居然还有兔子猫 我们再进游戏厅和休息室去瞧一瞧 第一个游戏厅是一个玩类似桌游的地方 整体的房间给人一种朋克的感觉 第二个房间是休息室 进去可以看到很多日系的风格元素 另外还有几个房间是游戏厅 里边有各种游戏机可以玩 我们这次在黑苗club挑战的密室主题是校园风的巴林中学 在进去之前听说还有换装 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吗 我是 那你是啥呀 我是这里的 鬼 鬼 哦你是你们的鬼 你是不是一会儿要吓我们的鬼吗 能敲敲告诉我们里边有多少机关吗 里面 不多 自己感受 大概玩一趟 要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 这么长 里边没吃没喝 我们会不会饿死啊 不会 那不会不会 这个里边看起来地方好大呀 是不是就有一千多平米了啊 哦对这下面大概一千多平快两千平 我们密室里面大概占地七百平 这么大 你先自己去感受吧 哈哈哈哈 害怕 这个密室本来是六人要组队的 但是我们目前组到六人好像很多 首先就我们四个人了 四个人 嘿嘿嘿 你说你去过几次了 你去过这里几次了 这次就由你来带路吧 因为你是 我肯定没有玩过 但是我可以作弊 我在那个监工室看过几次 但是我还是没有看的 那我们就这就跟你走 哈哈哈哈 没有 不要相信我 其实我根本都没有玩过 我不懂 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先画完校服 拍完入学档案需要的照片 然后听工作人员介绍完游戏的故事背景后 游戏正式开始 我 我好紧张啊 怎么办 这是传打式 我好害怕 这个这个这个怎么开啊 我可以 他那个一会儿会自动开 哦哦哦 一会儿突然吓人的 我就试一下 能不能开 但是到底就这样了 感觉这个柜子里好像有点什么东西 哎 怎么顿关了 好恐怖 并不是 哦哦哦哦 哦哦哦 这个这 太难了 为什么不敢翻开 大爷您听说过叫我艾祥敏的一个同学吗 nauos 这会好 往走啊 再往 Fen 在那里边出去,在那儿烧烂水 你能搬到那边去坐,我都黑了 我好烫,我捧过来 我捧不上哟 开热灯 里边有灯,就不发了 卡通 再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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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这个,我觉得这个巷子有鬼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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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那儿,出来 哈哈哈 这个箱子里有鬼 这个,这个有个锁,看到没有 里边水 哎呀,小光 我们不是故意了 哦 小光,帮我们把书收,收好了 走走走,上座去 我在这边 大家都去水盘 你自己拿来去水盘 我看这边 我看这边 通啊 我们公开的 有什么能够来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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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咱咱 这门口也不是个办法 咦,一起进吧,一起进 我们一起进去 把这门堵住它又出不来了对吧 然后要怎么办呀 什么东西 把门关上 拿着灯了 拿着灯了 怎么这样呢 拿着灯了 冲 要灯这个灯灭 我今天就 千万不要灭 对 是假人吗 不知道里边有没有混的真 真是谁吧 我在里边怎么混的真是 哇 是这里边就有艾美吗 会有艾美吗 进吗 进吗 没人 进来吧 那现在是要干嘛呀 不知道 先进来吧 没有人 让我一个人在里边 我更害怕 你最后 有一个人是真人 找了吗 哦哦哦哦哦哦哦 oh 啊啊 是你嗎 走吧 看他們的手 看出來是真指甲 是嗎 你看看有沒有溫度 我咋不相信 你看你看你看看 我害怕 算了不看了 不看了 不要激動 坐頭 轉過來 別讓你坐好 不要再坐 樹給你嗎 在地上就不趕緊 沒有他叫你人過去 去吧 他叫你呢 去吧 你要給你看跳嗎 我別 我們關上 拜拜 再見 不要放棄了 去吧 去吧 沒事 下期見 哈哈 哇 好不趕緊 謝謝 為什麼沒有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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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誰啊 這裡面已經這麼擠了 你們是來幹什麼的呀 跳舞 找人 關 找人 找什麼人呀 三年二班 三年二班 女子民同學 愛名 三四五四四 你看 上癮了 四四五五六六七 上香有槍了吧 哦 人呢 人呢 用人呢 上香有槍 怎麼人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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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誰啊 咋子 我真是誰啊 我們真是誰啊 明天 二門家人跟我下午來 下午五點 啊 進去 進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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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看 我呀 沒有啊 我們也 我說 你为什么要害我 啊 你们害死我了 我错了大爷 去啊 去真的玩 去真的玩去 哎呦 给我 这学校没有 也许有 我说了 这学校 没有 身体也没有 啊 快进学 有东西过来了 快进学 快啊 啊 关上 关上有东西 躲起来啊 躲下来 我放下 放过来躲 开啊 好了 他要出来了 下来 你不要命啊 我下来 我下来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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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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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王王 你呢 怎么还多一份呢 我的答案 这么讨人 好讨厌 哇 还能接红啊 是啊 Hello Annie 我们在呢 找你找的好辛苦啊 相片苑林的方法只有一种 需要在苑林所在之地 用 按照以下方位布置 最后 消灭之 那眼睛把门关上了 有啊 有啊 有 有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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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有 不 有 就 一 他没关在里面了 怎么办 我们又救出来 你们没有把他救出来 你们把他抛弃了 那我们是不是少了点 我们是不是白去了 是的 你们这我把他关在了里面 这是一个人性的考量 看大家要不要救出来 大家选择的没有 那我们就叫站起来 XX哥快点 他早起来 你要出来 已经结束了 太晚了 说一段感想吧 你觉得这次的体验怎么样 这个故事还是很温情的 我觉得就是这种霸凌的这种 这种小孩真的是需要有一定报应的 但是感觉就报应在我们玩家身上 有一点点 让他感受 因为我明明不是这种人 还可以这种背锅 对 我们突然就成了背锅侠 对啊 明明就是可能我们 之前就是小的时候还受过霸凌 突然去扮演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就觉得心里还是有一点点难过的 好 接着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了 整个故事的剧情情况 现在准备去监控室看一看 我们自己当时在里边被吓到的监控画面 这个就是监控室了 我们在里边的一举一动 都被他们看得清清楚楚 里边的各种道具和灯光 都是由他们远程进行操控的 推 推 推 这个 我觉得跳就会 好 走 走 别远了 出来 还不错了 你把右撞了 你把右站 往右站 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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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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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自己晾网 随把握 今天体验就到这里了 我没想到 它这个是一个剧情类的 这种鬼屋 我本以为它是那种恐怖气氛的 没想到这个是特别注重剧情的 体验感还是不错 尤其是里边那个大爷 他的演技真的非常棒 完全投入到了角色之中 而且在里边的话 你如果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的话 还会有MTC 会帮你做提示 你想体验当鬼 你想体验当什么鬼啊 那可能吓人的 哪个吓人的 教室里那个 你也想体验当教室里面的 表有同款的发迹线 我倒是想体验 当XX的那个的 所以如果你想体验这种剧情类的 密室鬼屋 这里还是非常好玩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要到这里结束啦 拜拜